我们都知道,在宇宙中航行并不容易,特别是当我们要跨越星际之间距离的时候,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,我们所能够到达的最远距离,只不过是地球和月球之间。 所以,星际旅行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但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种新的航行技术,那么跨越星际之间的距离就不再是问题了。 大家好,我是矿工熊。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,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。 让我们每次花三分钟,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。 现在,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未来星际旅行技术的可能性。 首先,让我们先谈谈超光速飞行。 在许多科幻电影和小说中,超光速飞行是我们人类进行星际旅行的主要方式。 但是,根据现代物理学的理论,超光速飞行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,物体越快,它的质量就会变得越大。 如果一件物体要加速到光速,它的质量就会无限增加。 而要推动质量无限增加的物体,就需要无限大的能量才能加速到光速。 所以任何物体都无法达到或超越光速。 因此,能够超越光速的飞行技术似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。 但是,我们最近有一个方向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极限。 那就是利用时空扭曲。 想象一下,如果我们可以扭曲时空,就像捏取一张纸一样。 那么我们就可以缩短两点之间的距离。 同时也不用超越光速。 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疯狂。 但是实际上,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了。 时空扭曲的核心概念是运用引力场的特点。 质量大的物体会在宇宙中产生巨大的引力场。 原理上就好像在一块悬空的布料上,放下一个很重的铝球。 引力场甚至会影响光的传播。 使光线弯曲。 这就是所谓的引力透镜效应。 同样的,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这些引力场,就可以实现星际旅行。 那么如何控制引力场呢? 这就需要用到引力波的物理现象。 引力波是由于质量巨大的物体在运动时,所产生的扭曲引力场造成的波动。 这种波动能够传播到宇宙中的其他地方。 就像水波传播到湖泊的其他地方一样。 最近科学家们成功地探测到了引力波。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引力场和时空扭曲的原理。 除了时空扭曲,另一种有趣的理论是空间跳跃技术。 空间跳跃是指一种可以瞬间移动物体的技术。 这种技术可以让物体在一瞬间穿越巨大的距离。 就像通过一道门,从一个地方瞬间移动到另一个地方。 在科学界,对于空间跳跃技术还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定义。 其中一种有趣的想法是利用量子力学中的纳米尺度效应。 在量子力学中,物体可以存在于多个位置上, 并且可以在不同位置上发生交互作用。 所以,有些科学家提出了利用量子纠缠的方式来实现空间跳跃技术。 简单来说,量子纠缠的原理, 当两个物体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后, 即使将它们正以光速的速度分开, 其中一个物体受到干扰的话, 另一个物体亦会同时感应到, 科学家正在研究, 透过操作量子纠缠的其中一个物体来实现瞬间移动。 虽然这些想法听起来很神奇, 但是实现这种技术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。 目前科学家们正在通过各种实验, 来探索不同理论的可行性。 例如,它们正在开发强力粒子加速器, 以模拟时空扭曲的效应。 同时关于量子纠缠的实验也在进行中。 此外,即使我们能实现这些技术, 仍然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。 譬如我们需要一个高度先进的导航系统, 以确保我们能够在浩瀚的宇宙中到达想去的目的地。 辐射、氧气和食物供应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但是就像我们以前遇到过的任何技术困难一样, 终究会有解决的一天。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创新和发展, 使星际旅行成为现实。 那么,你认为我们在多久之后就能在星际之间穿梭呢? 最有可能实现的方法又是什么呢?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, 想看更多关于宇宙探索的影片, 一起探究宇宙的奥秘。 马上订阅这个频道吧。 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